带您掌握最新消息 在台中县神钢箱这边 带您关心一家烤漆工厂 昨天发生了火警 因为厂房里头都是毅然的烤漆原料 火势迅速蔓延 还波及到隔壁的塑胶射出工厂 两家工厂厂房加一家500平 都复制一具 位于台中县神钢箱大明路的 烤漆和休闲鞋射出工厂 两家共四五百平的厂房 被祝容自灭 工厂复制一具 收入小小加上五点钟的下班车潮 首先赶到火在现场的消防队 紧急以附近大排水供的水加以灌旧 这两家工厂都是属于危险性的 一个是烤漆工厂 另外一个是属于鞋类 休闲鞋的射出 所以它这个都是属于一栏路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部署 大火焖烧一个多小时 幸好老板员工都下班了 没有人员受困 两家工厂内部都是易燃原料 还好火事很快被控制住 起火原因还要再进一步调查